大家好 我是Amae 這裡是日本 而且很冷 所以我們需要帶手襪 我們今天想介紹的手襪就是韓國製造的手襪 因為我用起來覺得它真的不錯 看起來是一個尺寸 男女都適合用的 彈性很好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按手機 因為我們經常需要用來刷手機 這裡整個手指頭都積了導電線 才可以掃到手機 現在開給大家看 是開到的 接著就可以刷 但刷手機其實我們經常有 經常都會看到 有什麼特別呢 我拿了我之前在淘寶套過的手套 我拿過來給大家看 這隻是我的淘寶套回來的 我看它漂亮 因為有毛毛 但它的手襪是這樣的 刷到手機的位置只有一個神奇指 跟我一樣 但它是深深碰到的才會刷到的 深深碰到也不行 不知為何刷到的 這樣刷就已經刷到 很輕的就已經刷到 這個很難刷也刷不到 還要斜一點也更加不行了 看到嗎 這裡是很輕的 甚至乎是旁邊刷 反轉刷也還可以 所以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食指 例如食指 我們用食指掃 是靠側邊這個位置 所以整個包出來的手指頭 的觸摸是很重要的 又跟別的比拼一下 就是這些 還要爆了線的 還有這個 跟別的比拼就是 可能更厚一點的 手襪 它好像一樣 手指頭和食指都可以 但是又是 首先很噁心 好像整個不漂亮了 但又是同一個問題 一定要是 一定要在這裡這樣掃 你看到我的手要這樣掃 不可以這樣掃 這樣掃是不能掃的 但我這樣掃是能掃到的 看到嗎 有分別 手指也是這樣掃 這樣掃是不能掃的 我們手指在這裡這樣掃 就已經可以打碰到 所有的位置了 這個手襪真的很推介 說回為什麼韓國的手套這麼好 因為韓國其實真的很濃 韓國人為了在很冷的情況下 又要戴手套 又要用他的手套 他真的想了很多方法去做一些東西出來 據聞他們曾經試過拿一些燃燒的香腸 其他東西去測試 究竟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很高敏感度的手套 你不用除手套也可以用到 他們發現到 原來手機感應到我們的觸控器 就是用人體的溫度 他特別把導電線 積在手指頭上 積得很密 而且 令到他的敏感度會比較高 提高了敏感度 他們才可以有效 要不然 如果大家試過買一些 自己可以搭到觸控器的手套 你就知道 其實只是五成而已 好像我們真的手指的五成而已 所以這個 他是很精密地做出來 反覆測試過的 所以Made in Korea的 領得去傳播